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唐秋鸭 今天我们就是来探一个煎饼 加点小料包 但唐秋这玩意儿到底是咋火的呀 就是说这个问题 我真的被问了很多次 有些女朋友她真的很想不明白 我到底是怎么火的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疑惑 你说自我拍视频以来 手被吐槽肥 是因为吐槽侠 还带着这个高弧画质 你们到底喜欢我啥呢 啊 没错了 明白了 那肯定是图我这个有趣的灵魂咯 好了好了 开玩笑开玩笑 所以你们到底是从哪个视频 开始喜欢我的呢 小蜜蜜的告诉我吧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唐秋鸭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球形的运作宁 嗯 之前有看到评论说 唐秋的视频真的越来越没有意思了 她现在讲的都是网上能刷到的 真没意思 然后呢 我就去翻了翻以前的视频 最开始呢 我拍视频的目的 其实是因为我看到好多 你偷偷有大佬架子 我就心里暗暗发誓 我说我总有一千 也要成为大佬 我要证明给大家看 不是每个大佬都会摆架子的 记得我当时呢 才几千粉 我就见了好几个大佬群 后来我的视频也都是 粉丝想看什么听什么 我就拍什么 啊 但是现在的评论区全是 觉得作者美的点赞 喜欢作者的点赞 大家好像都在商业护华 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吧 就是有点距离感 我其实还是希望到 Jak可以摄影圈一让 帮我再成朋友 好啦 不管怎么样 这里就是爱你们的 这些人都在商业护华 欢迎订阅 就这样 拜拜 拜拜